小米粥小米粥 这个是在中国自古的叫做五古之一 它叫做熟 熟就是怎么写这个字呢 一个荷就是荷苗的荷 然后呢边上一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就是算数的数 就一个荷苗的荷 一个算数的数 所以它叫做熟 但是大家要记住啊 在中国古代所说的熟 其实不是小米 它指的是一种年年的古类 就是它在这个里边的话 其实它包括了很多种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小米粥是不是养胃 我们要知道胃是个什么东西 胃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能理解胃是个什么东西吗 能理解你为什么胃疼吗 你为什么胃酸吗 你为什么胃胀吗 这样的一些我们常说的在胃上的症状 你理解了你的胃的基本结构之后 你就能知道你该吃什么东西了 在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也谈到了 谁该去测血脂 其实医生谈到了几个观点 就是测血脂之前 八个小时 不要吃脂肪 其实得到了一个结论 饮食脂肪类的食物 对你血脂的影响是一瞬间的 大家能不能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我只要是吃了 我的血当中的脂肪一定要高 我只要是喝了酒 他就要代谢酒精 我只要是吃了脂肪 血里边的脂肪就会高 还有一个 让大家保持着一个日常的饮食习惯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有日常的饮食习惯吗 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日常的饮食习惯的 因为你全凭想象中该怎么吃 因为在我们看来 大家的饮食都不规律 就是没有日常 什么叫日常 就是我今天我要有菜 我今天可要有米 我今天我要有粮 我要有 他要有一个蛋白质 有一个基本的搭配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饮食是什么 今天一天可能全是米粉 明天一天可能全是牛排 后天一天可能全是包子 他的饮食其实是毫无规律可以去寻找 就像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 大家的七大的 九大的营养素 每天都是丢三落四 吃不全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大家测不测血脂这个东西不重要 就是我们的饮食实在是不规律 大家能理解的 有血手一天是有两块肥肉 明天血脂就高 然后测了之后就紧张一下 但是有两天吃的稍微清淡一点 血脂就会好一点 你要是正好这两天去测了血脂 就觉得我血脂没事 我挺开心 其实不是这个道理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什么 血脂 血脂就是血液 它里边的一个基本结构 和饮食密切相关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还有一点是什么 了解自己的胃 胃是干的一个什么事情 胃就是一个口袋 它就是一个大口袋 它是一个由肌肉组成的口袋 我们的胃是什么呢 它通过大量的分泌胃酸 然后把这个食物通过在酸环境当中 让它变得更糜烂 让这个食物变得更细腻一些 混合更均匀一些 大家就是把胃想成什么呢 一个肌肉做的口袋 然后你像这个里边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 然后你像这个是这个里边 滴了一点点硫酸进去 然后你用手团着这个口袋 然后把这些酸和这些食物混合在一起 那么过一会儿 你打开看这些食物全烂掉了 大家能想象到这个场景吧 甚至我们很多人在呕吐的时候会发现 你刚刚吃进去的东西 大概没过半个多小时 它在出来的时候 就不是你吃下去的那个样子 就会更烂了一些 胃只有这一个功能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说 大家在生活当中 首先你们一定要记住 胃的基础 它是一块鸡肉 我们吃过猪肚 对吧 因为它跟我们的人的胃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能看到是有脂肪 然后有黏黏的 我们要把猪肚去清洗的时候 里面肉 有些人说是要加面粉等等 这样的话去清洗它 把粘液清洗干净 这个粘液在我们的胃里边就叫胃黏膜 这就是我们在清洗胃黏膜的过程 而我们在吃猪肚的时候 觉得它很坚硬 它不像一般的肉 是很松软的 猪肚是有一点点弹性的 这些东西就是跟胃的结构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比较具有弹性的肌肉组织 当这一点明确之后 我想问大家一下 胃疼来自于哪里 胃疼和来自于你的肩膀疼 和来自于我们体外的疼痛 感觉是一样的 一个长期不运动的人 稍微拿了一点点东西 长期不在外面跑步的人 稍微一爬山 是不是就会腿疼 来你们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稍微一爬山 你是不是就一定会腿疼 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爬山之后我就会腿疼 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种感觉 对吧 好 同样 如果说你的胃长期不运动 你稍微给它吃一点点的硬的东西 它就会产生了这种肌肉上的疼痛 我难受 我难受 因为我日常每天都是在吃金米白面 你突然给我吃了一点点硬的东西 我就会有一种不消化的感觉 我就会觉得我的蠕动的次数多了 我累了 你常年在家里边躺着 去爬山的时候 走路走多了 腿上的肌肉酸 你的胃常年歇着 稍微给了它一点点偏硬的食物 它蠕动的时间长了 它也会酸 能理解了不 能理解了很多人 为什么说 我怎么吃了这个东西 我胃里就不舒服 你的胃的蠕动时间变长了 它会酸 这个是你们去找你的第一种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 你的胃 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产生了对胃的一个刺激 什么 重调料 盐 还有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 重调料之外 还有一些辣 这样的食物 它会对我们的胃部粘膜 产生了一定的刺激性 由此我们在想 其实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见到了很多很多 我在上海同济医院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中医科主任陈凯仙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忘年交 我们俩曾经聊过这个事情 就是他当时遇到了一个乳腺癌的患者来治疗的时候 就是脾胃不好 吃东西打嗝 吃一点就胀 这个是很多人遇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会出现我会打嗝 我会吃点东西就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给胃的运动量超过了胃的承受能力 就是我消化不了这么多 你给了我太多太多 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不足以支撑 跑一个800米 跑一个两公里 但是你直接这么去干 你的肌肉会产生一个强损伤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要让身体的肌肉得到训练 要求是什么呢 循序渐进稳定的增加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们的胃功能 胃动力 不是靠药物实现的 大家听到过没有 现在外边有一些药物在卖药的过程当中 会说增加胃动力 我想问问你们一句话 如果说有一个药物能够增加 肌肉的动力 这帮运动员还去训练 他们不是傻子吗 能理解了不 如果我吃一粒药 就能够增加我的动力来源 你们人人可以变成刘翔 如果我吃一粒药 能够让我的肌肉变强 人人都是大力士 没错吧 那么国际上给这些运动员吃的药 是作用在我们的肌肉吗 不是 是作用在激素 是通过让你的激素的分泌的调整 让你的肌肉的合成变快 它要通过一个生理机制 所以说不存在让你的胃变强大的任何药物 因为你的胃本身就是一块肌肉 怎么能让它变强 运动员干什么 你干什么 当时我跟陈凯仙 陈教授去看待这个患者的这个食物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调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是要找他生活当中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就会发现他跟我们昨天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是一样的 每天吃小米粥 每天吃小米粥 大家要知道小米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养胃的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小米是养胃的 为什么 小米我们不去跟别的比 小米和高粱比 在中国古代的话 我们会有小米 我们会有高粱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豆类 黄豆 和这些食物相比 为什么小米是养胃的 养胃与不养胃处于一种相对性 小米养胃是来自于他自身里边的溶解性成分 比我们所说的高粱更好一点点 就是你在吃高粱的环境当中 我换成小米 这是让胃减轻负担的一个说法 但是到了今天 对于很多脾胃功能弱的人来说 小米是粗粮 大家能理解了不 小米其实它是一种粗粮 小米它里边的重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它是含有着膳食纤维的 含有着水溶性膳食纤维的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脾胃功能 就你的胃已经被你养的是什么都干不了了 天天吃精米白面的环境之下 小米对你的胃是一种负担 所以很多人一旦吃了小米之后 会产生胃的一个消化刺激 就是你天天吃白米饭的人 吃上了小米 这是一种负担 那么你的消化速度会变慢 因为它里边含有膳食纤维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吃高粱的人 吃小米就叫做养胃 因为小米更容易消化一些 能理解的不 所以说我们要解决胃的问题来自于几个方面 刚才我们说了胃是一块肌肉 肌肉要得到必须的训练 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吃精米白面 这也是一个原因 精米白面胃简单的分泌一点点的胃酸 胃简单的蠕动两下 就可以把它搞烂 其实这个过程 你们简单的去想一想 大米饭趁热 中国人还喜欢趁热吃 对吧 热大米 你是不是捏一捏 它就变得糜烂了 而冷大米饭 你是不是就有点捏不动的感觉 我们想象一下 因为胃是个物理性器官 你不用管它的肠道 肠道里边会有一生菌 会有各种菌株参与 胃就是个物理的器官 你就把胃想象成一个胶皮的口袋 你里边装的是热大米饭 你去搓它 是不是一会就烂了 你胃里边装的是冷大米饭 你是不是就得搓好久 就是一个胶皮口袋 你把热大米饭放进去 然后你揉 一会揉成了小饭团 就是我们做的瓷饭糕 那个软软的样子 但是冷大米饭就不行 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日本人会常年吃冷米饭 日本人会常年吃冷米饭 包括他们做的寿司 也是个常温米饭 不会吃太热的 其实很多细节上 在于要给胃部一些刻意性的训练 你们会发现 我吃的东西很粗糙吗 我在吃生蔬菜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看见生蔬菜我会胃疼 但是我为什么就不疼 就是因为它经过了良好的训练 所以一定要记住 胃就是你的肩膀 胃就是你的腿 它同样是一个肌肉 我们要对它采取相对性的训练 会导致你一辈子的一个良好的结果 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 就天天养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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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吃稀的 给它喝糊糊 给它吃这种东西 胃长年不干活 同学们 肌肉是要萎缩的 人的肌肉会有两个方向 用多了会老损 用少了会萎缩 这里是一个肌肉